接下來我們介紹這個章節是封閉角落 我們開啟範例檔 選擇的是高階課程版金的9封閉角落 切換是模型主態的4面盤練習 點選版金的 封閉角落 延伸面 這也是延伸面 這也是相配的面 在本金凸眼加入延伸的材料可以用來封閉開啟的角落 必要特徵無法用其他的特徵來代替 延伸面選擇一個 平面延伸材料到另一個面上 特別注意所選的面不同結果會有不同 那點選延伸面的時候 就是我點選延伸面的時候 相配面的系統會自動的找出 那 選擇延伸面 它會 自動找出相配的面 它會自動的去找出 這個面跟它 對應的 所以說 它無法用其他的特徵來去做代替 因為跟這個地方有關係 你要做重點 重點 還是這個 不重點 當然跟你選擇的延伸面有關係 你選擇這個面跟你選擇這個面 會有不同的結果 其實 它是相反的 好 那角落的類型 不得為0 但是你可以設為0.01 為幾小值 換句話說就是 誰退出的縫 好 這句話到底是什麼樣的意 意思呢 延伸面是這個 那相配面是這個 那我 這個地方 一變大的話就是 相配的面做退出 好 好 這樣 最後一起退 好 就是 這個 相配的面會去做一個 退出 然後選擇0.1 好 那這個地方呢就是顯示說呢 一般來講的話都會設定為0.5 它是延伸的材料的比例 以 相配面所延伸的距離來去做搭配 好 也就是說你版後輸入 它的輸入範圍只是0和1 也就是 版後的比例 那現在版後的話 它是 3mm 那設定0.5 就是延伸出來這個距離的話是在 1.5 是在1.5 好 我們從這個角度來去做 預覽 這樣就可以了 好 假設說我0.1 好 就這樣子 0.1 假設說我0.5 好 就是剛好是在一個的 版後的中間值 那假設說我1 好 就這樣子 那 5 然後再過來介紹是開放彎折的區域 好 是否要開放彎折呢 封閉角落它就是一個開放的彎折 好 所以我們不勾選 好 不勾選 好 它這個地方會是像一個的 有一個 擠料的一個的 情況 會發生 好 好 它就像是一個純口的造型 通常用於 做一個全焊的 作業 好 那當然 當然這邊的話我們選擇 這個 好 那如果說你這個地方有打勾的話 好 開放彎折 這個地方就會有一個 縫隙 好 它沒辦法讓你去做 預覽 也就是說你要確定之後才能夠看得出它的結果 如果做不出來就改變角落的類型為對頭 對頭就是這個 好 對頭 那你如果選擇這邊的話 那你如果選擇這邊的話 那當然會讓你有做不出來的感覺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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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選擇這邊的話 好 如果對頭 對頭 好 對頭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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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再來 一個一個的 點選 一会儿 按下確定就好了 這邊的共平面的面呢 及載畫角落及自動傳遞延伸 在這一題的範例不太適用 好介紹完畢